欢迎观看封口及操作视频 第一步安装导向板 此处注意封口流边尺寸为18到20毫米 第二步撕掉固定胶带 按压弹出打印模块 检查色带是否安装完好后按压推进模块 第三步接通电源线 打开电源开关 屏幕自动显示实时时间与日期 设置封口温度180度 封口测试功能检测设备各项参数是否合格 灭菌记录自动储存可实时查看 长按三秒也可手动删除信息 系统设置可进行待机时间温度的设定 打印编剧批次每家的设定 屏幕亮度的调节 打印机灰色表示不打印红色为打印 可切换图形标题与文字标题打印 宽批被打印宽字体载替为载替 灭菌日期自动更新为实时日期 失效日期可设置不同天数 灭菌批次可自动为家 选择对应的灭菌旗号 操作人员可预设储存 方便下次选取使用 输入科室名称 添加物品名称 物品名称可预设储存60项 自定内容为自己相关信息的添加 编辑打印标题灰色表示紫项不打印 亮色表示紫项打印 可对平台的高低进行调节 根据物品大小切割纸袋 根据物品大小切割纸袋 只封口不打印可向前调整导向板位置 打印基点为灰色不打印 将灭菌带一端进行封口 装入物品 打印基点为红色 调整导向板位置到18到20毫米处 设备封口的同时打印相应设置内容 打印字体清晰完整 先抓紧 一尷封口